7. 立志于福,应益于难 取之圣者,目往兵家常事 暴雨之下,方亦其散者,必水灵其身也 一个人处于幸福之中,事事称心如意的时候 不应该忘记考虑遇到困难时的处境 并同时想到,出现困难时应如何去解决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人的祸福随时随地都在不断地转变 没有常规可言 你现在看起来一帆风顺 处处都很顺意 但说不定会在某一天 由于某个环节上的微小失误 或某一方面的细小因缘 或别人对你的误解 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困难 甚至陡然之间使你深陷绝境 正如兵法所云 取之圣者,莫忘兵家常事 这就是说,得到胜利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圣败乃兵家常事 今天圣,也许明天就会败 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 没有下雨的时候,就要先看好天色 注意到即将来临的暴雨 提前准备好伞 否则,等暴雨来临时 再想到拿伞,就已经太晚了 那个时候,你只能全身临时 所以,任何事都应未雨绸缪 才能稳操胜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